台積電上週四的股價是衝破千元大關 成功晉升千金股 市值是突破26兆元 那我們從統計數據來看 全台現在擁有台積電10張以上股票 靠一檔就累積千萬身價的人是超過6.9萬人 那其中有台積電100張以上股票的人也有5000多人 這些人都被稱為台積電的億萬富豪 是現下旁人 那雖然台積電的股價創新高 不過其實下車的小股東人數也不少 現在的股東人數是81.1萬人 其實對比去年底封關的118.7萬人 足足少了37.6萬人 還有截至6月28日 擁有一百張以上的股東是5700多人 到7月5號已經減少到5128人 等於不到一週的時間 持股100張以上台積電的股東就少了600多人 那投資專家也分析 其實現在台積電還沒到巔峰 他認為說未來5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將持續保持良好的業績管理 理由有四個 第一就是台積電滿足現在大家最火紅的AI需求 他說AI晶片的爆炸性成長需求將會推升台積電的營收 未來可以觀察台積電如何來積極擴廠還有擴大晶片生產 而且第二是台積電晶片價格如果提高的話也會增加營收潛力 第三其實過去大家都覺得說台灣靠近中國這地緣政治可能是投資台積電的最大風險 不過可以看到台積電其實從去年開始就已經進行了國際投資 現在看起來這地緣政治的風險已經緩解了 第四就是台積電目前的財務狀況看起來表現都非常的亮眼 那台積電的創辦人張中謀他曾經就在2019年的時候提到說 台積電的股價創新高其實對他而言從來不是意外 前董事長劉德英在主持最後一場台積電股東會的時候被問到說 是不是可以給世界一具智慧的話呢 劉德英也秒回就買台積電的股票吧 而董事長魏哲嘉跟媒體交流的時候同樣也是這樣子的回答